能怕心 无有此心 其此心 好生无这几杯心 几度重这几细心 爱人生这几细心 简单这几古诗心 脚满着几细心 乘生这几人如心 写待这几细心 散满着几细心 与世这几细维心 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是 嫉妒重者起喜心 爱染身者起舍心 我们来帮我们做示范动作 嫉妒重者起喜心 我们先打一个 好像指点别人的动作 变成是拍手的动作 为别人欢喜 上 中 下 爱染身者 右手 左手 这些东西我通通都抓到 现在起舍心 把手往外推 头朝相反方向 专世修 我发现这嫉妒心重的人 总是见不得别人好 尤其看到大家在赞叹对方 自己就越来越生气 对 这样嫉妒心重的人 他们的生活 其实也很辛苦 所以时时抱着欢喜心 看到别人成就 我们也跟着欢喜 那时时保有这份 欢喜愉悦的心 心有多宽 福就有多大 是啊 那爱染心重的人 也是很可怜 一切都想赞为己有 得不到又很痛苦 对 爱染甚至因为他贪求的欲念不断 那不断的贪求 总是会有得不到的时候 那甚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也是要赞为己有 那这样就会很痛苦 那愿意割舍 愿意放下 那贪染的念头 就会越来越低 就不会有得不到的苦了 那有些人喜欢计较 有些人喜欢争辩 总是会有得不到 那不争不求 反而是清安自在 来吧 那不贵 下一场 感谢观看